六人 中央政府建设工程法 一条件现在我算都通过 简单的说一说这个发型条例的数额 这个国家过去一种柔转的方形 或是普通国家中间的柔转 就是建设工程 把所有的工程冲入 没有建设工程 这样一个好处是 所有这种工程 拥有在未来的经济发展 有关键的事情上 发展 我想这个 我们在这个发行数额方面 与重点也不同 重点是发行数额要有立法院 这几年来我们看行政院 就这个教员上台以后 他这个大的推动建设 大的照顾名声 所以在这 这发院以建设 也特别产生一种性能 所以它的 我认为这个数学一定要受的 而且我们相信这个 一定兼顺拥有它的数学 总建了只要不超过 这是最大的 基本上的 Plantation 游客在哪里 第二點 制定監裁公債的發行的總結 不得超過當年度的總預算 歲數總的25分 第三呢 監裁公債發行起碼一年後 在提前償還期一步 進行無法新公債 只有人可以償還公債的代表 交換新公債的制度 第四就是監裁公債成為兩種 一種的監裁公債是利息所在 不免徵所得稅 一種的利息所在免徵一步 或者全部所得稅 免徵部很重發行時 運用狀況一定 暴行的人也核定關 第五就是監裁公債 規期的代表 自最後一次還門復席 所輸的會計年度終了後 監裁五年人未對齡的不再對付 相信本條例執行之後 監裁等重進行 而有助於國家 重大建設資金的籌措 並且使得國家的財政 格外能夠趨於建設